维持肠道菌平衡 两成八个好习惯 一 补充足够纤维质 膳食纤维能帮助肠胃蠕动顺畅 增加肠孽好菌 每人每日膳食纤维摄取量应达25公克到35公克 豆制品 颧骨根筋类 藻类 菇类等 都是很好的纤维质来源 二 补充益生菌 可从发酵乳 营养品中补充益生菌 益生菌要吃对 一定要选对菌种 购买时要仔细判毒包装上说明与功效 例如成分有哪些菌株 是否达到有效剂量 是否 有国家食品安全认证和实证研究认证等 一般民众若不易判断 也可请教医师或营养师 三 补充植化素 植化素就是植物的色素 能帮助清除肠道自由基等有毒物质 最好天天补充 红 黄 绿 黑 白物蔬果 如橄榄叶 番茄 茄子 菇类 甜椒等 若一天吃不到也至少一周要吃足 四 少油糖腌酒 少吃油炸 油酥或高油高糖等精致食物 并且少抽烟 少喝酒 避免破坏肠道好菌 五 喝水量要足够 增加肠道蠕动 每天喝自己体重千克乘以31c的水量 或以250毫升马克杯来计算 至少一天八杯 并小口慢慢喝或分次喝 七 规律运动 建议每周做150分钟会喘的运动 如跑步 快走等 若不方便出门 在家也可进行原地踏步 抬脚或起立 坐下等居家运动 帮助代谢循环与肠道蠕动 九 减少压力 保持心情愉悦 可透过静坐冥想 按摩 折压等减少身心压力 十一 睡眠充足 作息正常 不熬夜